隨著年節將至 潮州鎮近期各項大型活動不斷 但卻有民眾景點 亂丟垃圾或破壞設施等行為 而每年春節假期都預計 會有破30萬人次造訪潮州 為了維護潮州鎮觀光 公所家派清潔隊員及志工 在各景點加設垃圾及回收桶 並進行維護工作 同時也呼籲大眾垃圾不落地理念 在以往的統計人數裡面 預計會有30萬人 到達我們潮州這邊 來做觀光消費 我們呼籲黃鑲近同仁 還是要配合我們辛苦的 我們的警察同仁 一個交通管制措施 配合我們清潔隊的一些交管措施 還有他們的清運的一個活動 希望在這段期間裡面 你來到潮州裡面 還有一個重點 垃圾不要落地 我們在活動的現場 都有很多的回收桶跟垃圾桶 希望大家在消費過之後 把這些垃圾集中在 我們要清理的地方 強調垃圾不落地 共同維護陣容 也方便後續清潔 置工整理 希望大眾到各個景點 不要圖一時方便 邊走邊吃邊丟 或是霸佔設施等 那呼籲大家 你到這邊來遊玩的時候 務必要有功德心 垃圾不要亂丟 那你使用公共設施 也要愛惜維護它 那我們把環境保持清潔 不要造成工作人員的一個困擾 那呼籲大家 務必把垃圾集中到定點 讓我們的垃圾清潔隊員 可以好處理 那不要隨地亂丟垃圾 尤其是停車場 一般來講以往停車場 都是過完年的時候 就很多垃圾 我們還是要動員 大家的人力去做處理 這個特別呼籲大家 發揮功德心 維持環境的乾淨跟整潔 潮州古蹟景點 親子遊樂設施眾多 以往曾有摸爐像遭亂丟垃圾 公園設施被破壞等 而縣鎮公所都有加裝監視器 也有派員定時做維護整理 呼籲到訪潮州的旅客 一起做個好公民 發揮功德心 一起來維護陣容 記者部一天洋正義 採訪報導